谁说俄罗斯人不爱排队 我们今天就要去试连 当地人都喜欢的排队名店 哪里有人排队 就只有我们两个 排队人都在里面 我跟你说 当他一进去 你会看到人潮满满 到底是卖什么那么厉害 等我指我走 好了 这家店好多人 是不是 满满是人 排队的人都快到门口了 到底是在卖什么点心 就是这个甜甜圈 不会吧 排那么久就为了这个甜甜圈 对 当地人都很爱的 我们来试看看 好 什么特别 用这个纸包着一个甜甜圈拿出来吃 不就是普通的甜甜圈吗 试试看那个味道 看那些 很松软 外面还是脆的 现在还是有点热的 其实它跟台湾的 就是你跟那种路边的甜甜圈店 它还会在卖一种食物叫做双胞胎 你有没有吃过 它就是外皮会炸得非常非常酥脆 然后也是甜甜的 里面吃起来就跟它很像 有点像是面包的口感 然后它会比较有弹性 但是它没有双胞胎来得这么甜 然后呢 因为双胞胎会炸得比较稍微酥脆一点 然后它的酥脆感又没有这么多 可是它还是是酥脆的 因为像台湾的双胞胎呢 它其实外皮会炸得比较稍微厚一点点 然后硬度脆度也会稍微再够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呢 比较薄脆一点点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里面真的是很Q 你看我用力压咯 它还会回弹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可以证明它真的吃起来是很Q的 然后加上它的糖粉啊 吃进去 我觉得它不会到太粉甜 因为有一些甜甜圈呢 它如果加很多糖粉的话 一吃进去你会觉得很腻 但它完全不会 但是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 要买这个呢 没错呢 这个就要说起1958年那时候的事了 1958年那时候是二战结束嘛 那时候就是因为物资比较缺乏 所以就没有太多的食材 那他们就用了这些比较简单的食材 去做的甜点 就没想到俄罗斯人 虽然一吃都非常非常喜欢 好喜欢 是不是一定要配这个咖啡 好像每个人都吃点 好像个套餐一样 这个是他们的最佳组合 最佳组合 这个是一个什么咖啡呢 快看看 它是一个三合一的一个咖啡啊 奶啊 糖啊都放好了 都已经加好了 就是他们一般的甜点店呢 可能旁边都会另外给你附糖啊 或者是奶油球让你自己调配 可是他们这边很特别 你买什么还是给你什么 你没有办法再自己做调配了 因为他认为呢 这就是最好吃的 最完美的搭配 对 但是我认为也是最好吃的 因为甜度它也不会真的说太甜 所以我觉得以女生啊 我喜欢吃甜点的话 我会觉得值得来吃一下 在我们聊天过程中 后面的人潮从来没有停过 就知道这个甜甜圈 飘香60年的魅力有多大了 在苏联时期的怀旧空间里 吃的不只是美味的甜甜圈 还有一份属于旧时代的单纯美好 吃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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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